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說得好耶 台南美食真的是很好吃 不過我整天吃下來 現在真的太飽了 我還要吃嗎 還要吃 一定要吃 這餐的阿肉圈是我們台南市第一餐 第一餐的阿肉圈 它的肉質細膩 湯頭鮮美 對 無論你吃完飽了 還要怎麼吃 你也知道了 你給我騙一次 好 試試看 我們來吃 走 就是這裡 台南市第一餐的阿肉圈 來 阿肉圈來 三碗 鴨肉羹在台南 算是相當普遍的美食小吃 而鴨肉羹的好壞 重點就在這個鴨肉吃起來的口感 在吃完一連串的美食之後 公多愛堅持要帶我們光臨這家 台南最知名的鴨肉羹 究竟它有什麼獨到之處呢 擁有38年歷史的鴨肉羹 是全台南最知名的鴨肉羹 原本在五廟旁邊經營 二十多年前搬到現在這個地方 這當初就是我親家 在做這個食堂 我有在那裡 在那裡做生理 在那裡做生理 在那裡做工作 之後我想說 要來創意 自己來做生理 要自己來做老闆就對了 現在就要這個料 比較好去研發 我這個鴨肉羹 比較沒有做到那裡複雜 做到那麼多味 我總共就是鴨肉羹 鴨肉的東西 由於堅持傳統的料理方式 跟口味受到相當多顧客推崇 沒到了用餐時間 店裡滿滿的客人 就能夠證明 他絕非浪得虛名 我們的鴨肉羹 就是只有一天 可以說是家裡複雀 我們的鴨肉羹 都是鴨肉的古早味 對 所以 所以 我們這裡的人家 寺屋 都是老豬狗 七八千都是老豬狗 所以我們這裡 比較沒有外契 剛才咬你的時候 比較有一點外契 所以我們鴨肉 可以說都很多 其實他們在開始開店的時候 也經歷過一段很辛苦的歲月 靠著老闆慢慢的摸索 才開始打出了知名度 老闆堅持每天要由養鴨廠 送來現載的新鮮鴨汁 再加入薑母慢燉兩個小時 去骨切成鴨肉片之後 再與蘿蔔熬入羹湯兩個小時以上 做出來的鴨肉肉質軟嫩細緻 是很多人都模仿不來的 獨特料理方式喔 老闆堅要好吃 其實做法有大同小異 譬如說有人用養鴨 用養鴨 用養鴨 用養鴨鴨是比較生氣 當然有些人比較不吃 這樣生氣 我們用這個菜頭 首先放這個菜頭 比較鮮甜 用養鴨 我們的口味就是 我們用 比如說老闆堅 老闆堅 用鴨鴨跟鴨菜頭 下去煮 高湯 下去勾芡 這樣腳下 比別人比較好吃 店裡的當歸鴨更是美食中的美食啊 再來的路上呢 公多愛就繁複的行走 這裡的當歸鴨 有多麼的美味 聽老闆說呢 他的當歸鴨 可是用整隻的當歸 再加上五種中藥蜜方 彌制而成 這是我第二代帥哥 我們兒子 因為現在到 他也老了 年輕人到現在年紀 有時候買到那個高的 那個第二代 接棒 二十歲的吳啟亨 是準備接棒的第二代 因為爸爸的健康問題 特地從大學休學 回家幫忙做生意 因為我那個 因為眼睛瑣事嘛 不能再 不能工作 因為我那個 小孩子還在 還在練習 他看到爸爸 身體這麼 的狀況 想說 不然說 暫時先休息 休息 就回來 回來 替爸爸工作 其實我這個小孩子 我是蠻 蠻 對他也是蠻 也是蠻歉疚的 因為我的心裡這樣子 他就毅然熬斷了 就先休息 回來幫爸爸 做 顧這個生意 一開始也是覺得蠻辛苦 畢竟從原本都是念書 然後就下來幫牛腾 對 然後也是覺得蠻辛苦 可是到後來就 其實味道如果久 客人也都會認識你 這個就是 吃了 大家都會有一種感情 對啊 其實跟客人之間都會有 一個熱絡的感覺 對啊 那個感覺都還不錯 雖然說前面很辛苦 但是 看到客人吃得很開心 就覺得很滿足 對 看到吳祺亨 上班那種快樂的樣子 真的讓人很難想像 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 想法如此的成熟懂事 看他熟練的搖著跟湯 鴨肉切盤 開心的跟客人互動 甚至呢有一種 樂在其中的感覺 也是很感謝他的演員 當我有這個機會 回來接這家店 畢竟現在很多大學生 都也是找不到工作 剛好有一家店可以來做 我就當然努力把它做好 然後畢竟這裡的熟客也很多 然後從爸爸那一代 很多小孩從小吃到大 現在變長大了 對啊 然後現在也是開始融我的客園 所以也是從小慢慢吃到大 慢慢看我這樣 慢慢長大 像吃著大家一種 一種人情味 因為像猝皮頭髮這樣 他在那邊好像猝皮頭髮 大家就怕吃到最後寒暄一下這樣 就是我還滿喜歡這種感覺的 看著眼前這一對父子 讓人有種莫名的感動 做爸爸的對兒子完全的信任 做兒子的對爸爸心存感激 其實我對他也是滿期許的 他也是滿期待的 因為不過有這段期間 這段期間看他這樣跟人家互動 也是很好 在這裡他很過我的手 這段期間很過我的手 他的生意都是在水平之上 不過有一點就是 他說因為他二月前衣要去做冰 所以老的要再出心 老的要再重出工 老的要再重出工 所以他當兵回來 我這個老的比較好 更好命一順 一碗鴨肉跟一間小店 把這對父子緊緊的繫在一起 我想這就是最完美的傳承吧 謝謝他讓我們這個機會 就是認識更多的人 然後來這家庭 做我們的裡面的工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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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